哥 今天那个妹妹又是谁啊 玩叛岩认识的 气氛有点不太度 最怕恐惧 突然暗净 哈啰 谢谢 哥 你怎么全国各地 跟了那么多妹妹啊 没有啊 哥 妹妹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哥感冒了 对 我这两天都舒服了 你谁啊 他说我助理孟禄 那你还在这干嘛啊 是 你先上去吧 是吧 快坐 快坐 坐着 坐着怎么聊 可以好久进走孟禄 快坐 快坐 谢谢 知道了 救救我 今天这火药味也太重了 这样我有点不知所措 孟禄功 这是什么 诶 绝世浓延 哥 你是不是放错了 没啊 哥小时候对我老好了 还送我花呢 嗯 不是 那天呢 刚好母亲 有过我妈买的花给你抢肉 可以送过吗 这上杯写的什么 你写的诗啊 知道我可以念出来吗 对啊 我觉得写的已经超纲了 啄酒问世俗 举杯吸梦库 那我走 谢谢哥 妹妹你回北京干嘛来了这次 我知道一个项目贼赚钱 啥项目啊 自媒体啊 卖课 你会啥啊你卖课 哥你看看 没事没事你继续说 我们先用低价卖食品课 再用高价卖大课 你凭什么卖你大课 我告诉他们 我很成功 我很厉害啊 你啥时候成功问啊 哎呀 那不重要 我们多举一缺优秀成员的案例啊 那你这不是搞虚假宣传吗 那都是截图嘛 这么较真干什么 那你这不就跟火控圈 有那个宠电一样吗 每天都有人 在他们充值晒单 每天都晒 晒50万 今天这个人充了30万 明天那个人充了50万 你要这样算下来一年 他至少点营业额一个亿啊 这不骗人的吗 哥啊 现在是自媒体时代 我们要抓住这个风口 你要知道自媒体的底层逻辑 和顶级思维 你是不是 GXX 你怎么知道 就是被洗脑了呀 对啊对啊 割韭菜永远不是长久知道 做网站也好 做新媒体也好 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你更要对消费者负责 我不管哥啊 你就说这个项目 你投不投吧 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不是割不投 哥知道你这几年特别的努力 想证明自己一直在创业 虽然说都不太成功 但是你这个项目 它确实不靠谱啊 那怎么办啊 我这牛都跟姐妹吹了 我还以为你一定会投呢 要不这样 把我们对面有个新项目 给你负责吧 哎哥 你那个新项目不是 行哥 那我先出去打个电话 好好好 哥 那个新项目 一直都是我在干呀 为什么要给他呀 哎呀 你就 你就把那个负责人写成他 嗯 你放心吧 哥心里都有数 好好看 年纪歌奖励 你就给你娶个嫂子 娶个嫂子 这对我来说是奖励吗 麦克套路身 请擦亮双眼 别再当韭菜